公民團體民眾發出怒吼 炮口對準議場內的藍白立委 包括56個合辦團體 34個聲援團體 以及6個聲援政黨 截至11點左右 主辦單位喊出現場5000人 齊聚國會外投訴求 國會職權行使法退回重審 我們要站上街頭 因為我們感受到 台灣的民主正在受到威脅 藍白合力通過 見缺實質討論 還有審查的法案 嚴重違背程序正義 沒有討論 不是民主 我藐視國會活動24號這天 在全台串聯 號召民眾在台北台中彰化 嘉義台南高雄 以及台東等7個縣市 進行抗議示威 就怕場面一觸即發 仍在現場的史書華 也希望參與民眾注意安全 我帶著你去走密道 可以闖到地板院裡面去 這些人都是間諜 這些人都是戲錯 他們都是來擾亂我們的活動的 要大家保持理性 不過立抗藍白聲浪不斷 國民黨立委仍仍自圍 賴世保走在天條時 還刻意拿傘把自己臉遮住 怕被場外群眾看到 而為了維持現場秩序 內政部長劉世方一早也來到立法越 周圍視察警力部署 針對國民黨團要求配隨互保護 也做出正面回應 在理局長他是他的部署 他是現在也在看外面部署 加強維安警力佈置議場 外立委們的人身安全 也成為最大考驗 字幕提供